哈囉你好 黃博士好 各位觀眾好 這是黃博士 大家有沒有看到一盞明燈 大家每次都說 我看你這個髮型的玩笑 因為我老婆都有意見 不會啦 下次戴假髮來好不好 戴假髮 我去做一個跟方醫師一樣的假髮 那我們就很對稱 就很對稱 真的 這個親愛的人生 要嘛就是頭髮太多 像我這樣 不男不女的 要嘛就是頭髮太少 沒有一個正常 那我們今天好像 也是要講另外一個 被認為不是很正常的男性 最近有一個 也是跟醫生有關的 中年男性的新聞 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這個中年男性發生什麼事情 在桃園的一個 某大型醫院的副院長 那就是晚上 可能下誕之後 跟著他的同事 去買一些宵夜 然後就到了 可能醫院後面的社區裡面 然後沒有回家 可是這樣很照顧同事的醫生 在前半段都很OK啊 那是因為太晚回家的關係嗎 太晚回 但是也沒 就是早上才回家 所以從買完宵夜 就繼續在家裡吃宵夜 吃宵夜 那不可以吃宵夜嗎 那是看看 跟哪一些人吃宵夜對不對 所以這個吃宵夜的事情 雖然沒有人家說抓姦在床 但是也被議社說可能有不倫的關係 然後這件事情就炸鍋了對不對 社會大眾非常不滿 一個暖男醫生 怎麼可以這樣 沒有回家 偷吃醫院的護士 對不對 有好醫院護理師 那兩情相悅嘛 是不是這樣 所以這件事情 炸鍋了以後 好像沒有很明確的受害者吧 受害者 對啊 大家像我們那個姜醫師的太太也說 老公是有回家的 對不對 確定老公每天晚上都有回家 有時候回來比較晚一點 比較晚一點 因為要吃宵夜 還買早餐回家 所以老公每個晚上至少都有回家 他的標準不高嘛對不對 有回家就可以了 所以第一個老公有回家 老婆沒抱怨吧 我沒有 而且老公這個賺錢能力很夠啊 所以老婆沒抱怨 那護理師有抱怨嗎 這個護理師他也沒有抱怨 他也沒有抱怨 他也很開心 很開心嘛對不對 那護理師的老公有抱怨嗎 護理師老公他現在是前夫啊 所以他現在沒有婚姻的狀態 聽說還有一則比較小的新聞說 好像有人有抱怨 那就五百萬把嘴巴堵住了 五百萬要堵住嘴巴 那嘴巴也蠻大的 他也願意這五百萬吞下去 我是沒有被五百萬堵住過 一百萬好像就像磚塊一樣 一個嘴巴要堵住五個磚塊 也是不容易 他反正就是各取所需 好像這個皆大歡喜 這個應該沒有受害者啊 現在目前看起來是沒有受害者 沒有受害者為什麼要炸鍋呢 這可能是大家對於 第一個男生可能羨慕哇 高收入的醫生怎麼可以做這件事情 男生是嫉妒嗎 男生可能是嫉妒 很多男性醫師在嫉妒說 你又上節目又什麼代言 什麼年收什麼一兩千萬 要副院長 然後老婆又不抱怨 然後那個什麼 動不動可以拿出五百萬 骰嘴巴的 然後那個護理師又聽說好幾個 最可恨的是什麼 聽說還性騷擾 這個節目主持人 對 節目主持人長那麼可愛 竟然被他騷擾 不行 很多男生都有義憤填膺啊 替那個女主播覺得不行 說實在我們男生已經搞不清楚 到底是屬於生氣 怎麼可以這樣 還是嫉妒 還是嫉妒 有時候我們真的分不清楚 我們到底是生氣 還是嫉妒這樣子 那這個男性的心理就是這樣嘛 你為什麼比我好這樣子 然後就用道德的那個手段 道德的刀砍上去 事實上是嫉妒的那個怒火在燃燒 怒火中燒 所以男生的心理 那女生的心理為什麼 因為女生罵得很兇啊 網路上 或者留言一堆都是女生在罵的啊 男生反而比較少你知道嗎 因為男生知道說 自己要丟一架石頭 自己要很乾淨 對不對 可能沒有那麼乾淨 所以怕自己也被丟石頭啊 萬一留言罵得很兇的男生啊 以後如果自己出包啊出事啊 有時候那個網路上紀錄會被人家翻出來 那就變成跟我們的立法委員一樣的啊 以前都那一套現在又變成那一套啊 所以很難罵 很難罵 所以女生罵得最多 女生都怎麼罵 女生就不捨不得 江一絲的太太 為什麼你可以這樣子對 對我 可是人家江一絲的太太都出來說沒事沒事 家庭好好的沒事沒事 為什麼你們要破壞我老公欸 對啊 破壞我們家庭的關係 我老公都代言賺錢 都被人這些無聊的女生們破壞了 對不對 離開就輸 沒有離開就沒有輸 所以女生被罵是罵什麼道理 人家沒有受害者女生在罵什麼 我不會是正公的這個角色受到威脅 怕發生在自己身上 大部分女生都是正公嘛 正女朋友正公嘛對不對 正太太正妻嘛 只有自己的社會角色地位 竟然被挑戰欸 好像這件事情放他走的話 這個家庭的基礎啊 會不穩啊 一個房子不是有四個柱子嗎 一個柱子倒了 剩下三個很容易撐不住 所以他們怕自己正公的社會基礎 被破壞掉 所以他們是那種 為了自己正公的角色受威脅 所以出來罵人 這樣有沒有道理 他們是很支持一夫一妻的制度的啊 一夫一妻是一種忠誠欸 對不對 男生敢這麼說嗎 男生支持一夫一妻的就很少 看罵的人就不多 男生可能不敢這樣這樣子說 但是腦袋怎麼想就不知道 可是女生真的是這樣 所以一夫一妻被這個挑戰 女生當然要有意見啊 所以這第一個大原則就是 這個很多人呢 圍著罵嘛 因為這些女生們 這個很怕 或者不喜歡 很討厭 這位江醫師又復活 因為有時候躲了一陣子會復活 大家很容易忘記 之前不是有一個 一個斗內的 好像姓朱嘛 不是長得像朱啦 是姓朱 然後就伸出賢朱手 然後就出事了 對不對 那後來躲了一陣子 那又再回來 大家要忘記了 但是身世就沒有那麼 那麼到位啦 方醫師你覺得 這就你醫生的角度來講 嘿 江醫師在醫德上面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只是在道德上 可能有點嚇死 但是醫德上應該是沒有問題 我跟你講 聽說是乳房明醫啦 乳房外科 乳房外科 不過常常被冠上明醫 聽說在這個網路上 是有一些這個真正的醫生 或者是乳房外科 外科的醫生 他們說 根本就沒有看到他來開會 或什麼樣 所以等等等 一般我們被冠明醫 有明的醫生 今天不管是好明還是壞明 都變明醫 所以這個明就是有明而已 並不是那種開到很厲害 世界之光 台灣之光那一種明醫 不管怎麼樣 很多人都守在洞口 很怕那個 這個僵醫師又爬回來 本來被人家踹了一腳 掉到坑裡面嘛 那僵醫師也想說 好吧我忍耐一下 我忍你們一下 我躲一下 他現在忍不住了啦 然後就想要再爬出來 結果有些人是守在洞口 然後一出來就要給人家 再踹一腳的 一拳的 有沒有這樣的心態 應該大家都是這樣的心態 那僵醫師忍不住了嘛 他現在要爬出 努力爬出洞口 他怎麼爬出來的 他在FB發出聲明嘛 就說 我繼續分享我的醫學姿勢 給你們大家 好 大家比較喜歡聽到那些 不是醫學的姿勢 大家喜歡聽到說 怎麼樣去吃宵夜 怎麼樣這個 哪裡的宵夜好吃 對 怎麼樣替護理師做 進一步的檢查 居家護理 所以這個 這個 這第一步就是 好像沒有受害者 可是又挑戰到這個 社會的基礎 那為什麼中年男性都要做 類似的事情 吃宵夜啦 到旅館上廁所啦 為什麼都要做這種事情呢 只有分為兩種男性 就是有被抓包的 跟沒有被抓包的 好像沒有第三種吧 會不會是因為中年危機 中年的男性危機所致 我也想要再展現一下他的魅力 像那個 我們黃伯現在幾歲 40歲 40歲應該還算年輕 第一人生的尾巴啦 像我50歲啊 50歲出頭啦 那我算是第二人生的起頭 那他是第一人生的尾巴 那我們以50歲來講 都會面臨說 這個有點黃昏夕陽的感覺 黃昏夕陽的感覺 所以啊 很多中年男性 必須要用這一種 證明自己的魅力 證明自己還很行 還很行啊 我說這些中年男性 他要的不是性 性可以去買就好了啊 買春也是性嘛 他要的甚至連愛都不是 他愛小三嗎 愛別人嗎 有這麼多愛嗎 所以這些中年男性偷吃 老實說 他要的不只是愛 也不只是性 那他要什麼 他到底要什麼 他要的是 他的魅力依舊 抓住青春的尾巴 證明說50歲不老啊 還可以再衝啊 衝個10年啊 那怎麼樣證明自己的這個魅力呢 所以他到處啊 好像在釣魚一樣 到處撒網 然後到網子也都是魚 所以他有時候會 機不擇死嗎 有這句話嗎 有 有時候就像詐騙集團 打了一兩百通電話 那大部分一接就掛掉 那只要有一個人 上勾的話 今天就算有業績 所以你會發現 這種人一旦被爆料以後 這個爆料如雨後春筍啊 然後就是metoo事件 你一旦被爆料齁 你會發現 絕對不是只有偷吃一次 或者是招惹一個兩個 常常都是一串的耶 一串的 葡萄一樣被拉起來 然後每個人都來爆料一下 所以這種累犯啊 累犯 其實在捷運裡面那種 包含性侵犯齁 都是累犯 因為他這種事情已經不是為了愛 為了信了 是為了魅力 講實在話是為了 權力 是為了彌補內心的不足啊 我講一些比較不一樣的類型 這個外語有分類型的耶 譬如說 譬如說 有人喜歡吃披薩 不是有必勝客嗎 必勝客披薩 必勝客披薩 倒了沒有 還沒倒 還沒倒 還高升了 然後他的這個原配 正攻啊 也是美女耶 聽說跟方醫師也是一樣神經科的意思嗎 以前同事啊 同事喔 但是高攀不上的 然後我們這位僻聖客 這個這個 在家庭裡面啊 娶了一個像女神一般的老婆 女神你知道嗎 女神 早晚三住相 的女神 那有時候真的是 遙遠不可親近 只能夠崇敬 不能親近 結果呢 這個心裡沒有得到溫暖 甚至沒有得到尊敬 你知道嗎 所以這一點心靈的落差喔 就很容易外窮 馬斯洛的心理需求理論 結果他就從他的同事裡面 就認識了 關心他的 呵護他的 的同事們 結果這位 這些 這些小三喔 都 跟他原配 不能比啊 你說 原配是女神 你又能夠找到第二個女神 幹嘛 家裡就有女神了 住起來吃女神 有時候就要吃小吃嘛 結果小吃就 就 就給他溫暖 給他愛心 然後他就得到他需要的 所以有時候我們不了解 這樣子男人的心態 他只不過要那一點點溫暖而已啊 滿足他的成就 尤其在女神面前更沒有溫暖 他就要那一點點溫暖 那有人是為了要 全力 他基本上喔 他認為 這個招惹更多的女性喔 然後呢 得到某種全力感 我可以這個這個 誘惑到他們 控制到他們 表示我是有能力 有權力 有魅力的 就像以前古代皇帝一樣 嗯 所以他三公 什麼後院喔 六院 都是為了彰顯自己 是一個有權力的人 你知道很多八加九喔 嗯 很容易交很多女朋友 八加九交女朋友 跟書太子交女朋友 有什麼不一樣 那他們氣質就是很自在啊 嗯 讀書人就很gay啊 八加九很自在啊 很輕鬆 自在的感覺 所以他們交女朋友是 欸 你做女朋友好不好 我帶你去去玩好不好 我們什麼時候一起去玩 很自在 那有時候 女生一鬆懈 破了心房 他就手就牽起來了 所以八加九交女朋友 是有一套的 他不太挑啊 他覺得欸 相處得來啊 在一起看看啊 所以他就很容易交到朋友 那八加九交女朋友的方法喔 大家可以參考 那很多中年男性 也的確喔 到處撒網啦 那這裡招了一下啊 那裡招了一下啊 晚上要不要吃個宵夜啊 我宵夜不錯喔 我們就做一個總結啦 第一個 這個中年男性偷吃喔 第一個是 用一個成語啦 狗尾絮雕啊 狗的尾巴喔 裝上那個雕啊 雕毛 雕很高級的動物 所以狗尾絮雕喔 要抓住青春的尾巴啦 來證明自己還是青春的 還是很可以 所以五十歲到六十歲喔 有時候會氣而不捨而做這件事情 那第二個喔 因為家庭沒有溫暖沒有愛 所以他需要在外面找一些溫暖跟愛 可以讓他支配的溫暖 對 所以比較弱勢 然後他可以照顧 第三個有可能是 他介於展現自己的權利關係 所以到處掉人喔 表示自己很能夠控制別人 還有擁有權利 那男生除了這些糟糕的事 難道就沒有別的了嗎 每一個中年大叔 一定都要這樣搞嗎 然後搞到不行 才結束自己人生嗎 難道沒有比較正常的 比較正向的方法嗎 有啊 譬如呢 例如說五十歲開始登百月嘛 還是可以滿足第一個成就感 是 然後第二個是像學一些游泳啊 或是圍棋這類的 還是可以跟別人比拼 哇這個都很有很有那個成就感 聽起來都很具體對不對 最近老年人還辦運動會 所以這些所謂挑戰的目標 是不錯 但是有時候不要成為喔 第一人生的復刻版 好像喔 把第一人生的跟人家比拼競爭 得第一名的 拿到這個第二人生的開頭做 好像又要再去爬山就要爬最多山 吃美食就要吃到第一名 做什麼都要贏人家 其實第二人生不用再比拼了啦 應該比較有內在內海的東西啦 那其實講這有點抽象 有一個心理學家說喔 維持你的青春美麗喔 最好的方法就是社會服務 社會貢獻 你看有些女明星喔 年輕的時候真的是漂亮的不得了 但是有時候到了一個年紀喔 被記者偷拍說 哇怎麼樣怎麼樣的 那有點走鐘啊 那為什麼會變這樣呢 因為喔 以前的外表是天生的 外表就很嚇人的啊 可是到老了以後喔 外表一層皮撐不住啊 需要由內在散發出完 內在就是要練內功苦修啊 那像以前的女明星 叫做奧黛利赫本 欸他做社會公益 世界公益呢 他到處做這些公益的事情 他到老了可能七十幾歲出來 那種風運喔 由內而外的發散出來 氣質很 幾乎是西方版的觀世音菩薩呢 類似啦 說那個那種感覺 氣場氣場 所以如果那你自己 有觀世音菩薩這種氣場 你就是要做內功啊 要內修啊 那男生女生都一樣 保不住青春的 第二人生喔 終究衰老 所以必須要把內功練 讓你能夠致詞 然後讓自己內心滿滿的 不要假外球啊 靠這種所謂的 小三小四的關係 來證明自己 那是一時的 那是一時的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這一集的 《諸惡記十四公益》 我再強調一下喔 沒有要去考試誰 或者是說誰不好 因為我們自己也不敢丟那些石頭的東西 所以我們也沒有做什麼壞事 我們時刻提醒自己 對 所以我們也不敢丟石頭 我們只是就這個社會現象 來勉勵中年男性 開啟第二人生 服務社會 好太好了 想要從醫學的角度 來了解人生的問題嗎 記得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分享給所有的親朋好友 讓我們一起提升台灣的醫療文化 從這裡 到這裡 到這裡 收集